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老天们直播了 欢迎大家走进太平哥的直播间 现在带大家看一下 我们西林过乐萌天边草原无拉盖的美景 这边是羊群 那边是牛群 我们西林过乐的牛羊喝的是矿泉水 吃的是种草药 拉的是六位地方玩 所以说好吃 我们的牛羊都是每天都在运动 所以说有一种话 天下第一羊肉在哪里 西林过乐大草原 阿姆古愣是内蒙古自治区 西林过乐萌乌拉盖管理区的一名牧民 它与名字叫太平 它在网络直播平台上 已经拥有24.3万名粉丝 成为了当地远近闻名的网红 通过网络直播 它主要销售牛肉干 奶豆腐等家乡的土特产 日常每天的销售额 由1万元到3 4万元不等 最高纪录一天销售了15万元 我想象那天你说终极目标 我想一天卖甚至百万的 而且我卖货的同时 我主要就是能带动了多少就业岗位的人 能把农牧民的东西 我能帮他们卖多少 而不是我自己又出了多大名 我认为帮助别人做很多事情 挺有意义的事情 太平出生于内蒙古自治区 通了是科佐后奇一个贫瘠的村庄 一年不洗一次澡 一个衣服能穿好几年 屁股露出来了露个洞 补一个拿一块布子补上 穿鞋脚趾头出来是正常的 没有袜子穿 生活的困顿 让太平儿时的记忆中 充满了心酸的回忆 太平下定决心 改变家人的生活状况 在读完盟语五年级以后 家里的经济条件 没有办法让他继续再念下去 于是太平辍学在家 当我知道我 我就考上大学 他也供不了我 没有钱 供不了没有用 我就说行了 我还是打工吧 2000年春季 太平十五岁 他告别父母离开家乡 外出打工 我就十五岁 我就要往外出走 然后家人不让 我说我就要走 我说我喜欢外边的世界 我想挣点钱 给你们盖房子 我说不想让你们住 一辈子住土房 我就这么出来了 最初太平外出打工的梦想 是去镇上的饭店 当一名服务生 但是现实打破了他的这个梦想 我去面试过两次 因为人家去点菜 那个时候咱不实行拿笔写吗 现在这都是手机和那个东西传菜了 我不会写字 不会说汉语 我感觉我挺窝囊废的 在四处找工作碰壁后 太平最终成为了一名放羊官 因为我没有学历 不会说普通话 沟通不了 阳官我跟牲口在一起 放羊是没问题的 牧羊的那段日子 年轻的太平 吃尽了苦头 放羊的时候住在羊圈里 然后从那个井里喝水 里面有青蛙 各种各种一个洞 耗子呀 那还得喝 没办法 乐不死 渴不死 那具体就喝了 放羊没有鱼 淋到外边一天 放羊的日子艰苦而寂寞 个别的时候 太平也会跟着雇主 前往附近的镇上购买日用品 但无法用汉语和别人进行交流 再次深深触动了他 我去买的那个内裤 然后我就跟那个老板 老板说 我说买个内裤 他告诉我 他听不懂我说的话 他说问我是打火机吗 不是 我说内裤我不知道咋说的当时 他说是吃的吗 然后我就说拜拜 我说那个 那我不买了 太平下定决心要自学汉语 他买了一本汉语字典 每时每刻都带在身边 我睡觉的时候也看 然后放羊的时候我就跟我兜里天天去 刚开始也不太会查字典 就只能是就查到哪个字就学到哪个字 那个时候在太平的心中 开始萌生对外界的向往 我感觉太寂寞了 我认识到自己 因为我一辈子放羊 我就永远就在一辈子在草原了 因为我跟外界没有接触 我还是学不到东西 坐了将近两年阳官之后 所发生的一件事 让太平下定决心 要改变自己的处境 一次太平放了一天羊 又渴又累回到主人家 看到桌子上摆着一盘奶豆腐 他忍不住拿起来 偷吃了一块 吃了 老乡了 我也不敢一口多吃它 慢慢嚼 让他给看着了 给我一顿的妈 我跟自己过不去 我说 我这也这么大了 我说 咋让人骂我呢 子孙心受到极大打击的太平 决定辞职 离开雇主家 赶往镇里 他家前面有个河 那个河是平常有 到膝盖那么高水 但是那天 前两天下的大雨 我直接摊河过去了 我差点从河流走了 两次 喝了两次 淹了两次 但我知道我不能死 我要坚强 我自己走了十几公里 到了小镇里 我又花了一份工作 经过熟人介绍 太平在矿区 找到了一份开翻斗车的工作 我刚开始开车完 我想了 我说这样一辈子我都可以了 比方洋强啊 那车里还有音乐 能听上音乐 学点汉语歌曲 这好事 就感觉人生来了巅峰吧 我感觉太自豪了 我跟家人说 跟发小说 我现在开车了 我一个月能挣一千块钱 我感觉我这人生越来越好了 但是在开了两年翻斗车之后 他将目光对准了矿上的产车 因为产车司机有更高的工资待遇 太平开始想尽一切办法 偷学开车的技术 我就坐旁边 我开了半个月 我就擦着操作的过程 啊 挖土怎么挖 装车怎么挖 修路怎么修 啊 照样不是那么难呢 慢慢我把手艺学会了 学会开铲车之后 太平如愿找到了一份开铲车的工作 虽然工作异常艰苦 但是这时候的太平 已经感受到了生活的希望 看到希望了 人生看到希望了 哎呀 我说现在 我一个阳光臭小子 我会开车了 太自豪了 我那是想 什么时候开这车能上公路 然后看到别人还 把玻璃咬下来 让别人看看我 更加让太平感到有希望的是 一位叫郝建平的汉族姑娘 渐渐进入她的事业 太平开始恋爱了 刚开始我就追她 追她不会说汉语 会说就是 就卡 那时候我们产生四季都喜欢 说这女的好看 我想 我说你们都有钱 我没钱 但是我们技术是一样的 那么我有什么呀 我有一份真诚 我对人家好 但是两个人的恋情 遭到女方家人 强烈的反对 另外一个打击 也接踵而至 父亲病危 他知道 父亲临终前最大的心愿 就是看到自己能成家 他请求郝建平 陪自己一起回趟老家 我就跟他说 我说能去趟吗 行 去了 去了给我父亲 洗洗脸擦擦脸 把手这盖脚这盖都给他搅了 当天晚上父亲就 离开了这个世界 父亲的去世 给太平很大的打击 他没了以后 天天梦见他 现在都不敢想 其实我爸意思说 以后自己能挣钱周见 不要拿别人的 不要骗人 靠自己的双手去挣钱 然后呢 爸爸一辈子吃了果 一天这好日子都没想住了 你说我作为一样儿子不后悔 索性的是 亲爱的女人一直陪伴在太平的身边 我主要是看到 就看上他的人品 钱吧 那会儿都没想那么多 主要是看上他的人品 人品特别好 2010年6月10日 太平和郝建平结婚成立了家庭 两个人结婚后感情很好 不久女儿出生了 这个家庭有了更大的经济压力 我的女儿会爬了 别人给我姑娘送 人家穿完的孩子的旧衣服 旧玩具 我想到 我作为一个父亲 我怎么这么窝囊啊 为啥呀 别人是好心送的 我也谢谢 我也谢谢他们 我知道 都知道我的条件不好 那我作为一个父亲 我不喜欢让我的女儿 穿别人剩下的东西 为了给母亲尽孝 为了让妻女过上更好的生活 太平积极谋求 发家致富的机会 2015年 电影《狼图腾》剧组 到乌拉盖大草原拍摄 随着电影知名度的提高 乌拉盖大草原 也成为游客争相前往的景点 这让太平看到了商机 我这一看 哎呀 我来我家家 有人旅游啊 越来越多了 这马大街 十个人问你 见到十个人 五个人问的是景点 那个五个人都说特产 没有 那我要做特产 这不好时候来了吗 太平决定在景区 开一家卖土特产的商店 但他的想法立刻遭到家人 和身边朋友的反对 考虑了老多田了 跟家人商量 跟亲朋好友商量 就是几乎没什么人鼓励我这个 就赞同我这个想法 最后我说我要开 那个家人说的意思 那个啥吧 你开个小的吧 就开个三十平四十平的小店吧 我说不行 我干我就干好点 要我不开 三十平进来五个人 我没地方赚 我就租了九十五平的房子 2015年7月18日 凭着东拼西凑借来的十万元钱 太平的土特产商店开张了 让他感到高兴的是 最初店里的生意非常红火 刚开始进的是 当地的这个奶食品 奶豆腐黄油 别人家的做的东西 卖了二十天 二十天之内我挣房租了 一年一万多块钱房租 这不好事吗 我说春天来了 我的货能 我能卖货了 太平在做生意时发现 手工牛肉干 比机器工艺化生产的产品 更容易受到顾客的欢迎 于是他和妻子 开始尝试手工制作牛肉干 因为刚开始 尤其是晾晒那个过程 就不会晾晒 就全捂坏了 夏天热 好几千的肉说扔就扔了 特别心疼 好几千浪费掉的时候 就感觉压力太大了 因为那会儿好几千对我们俩来说 真的也挺困难的挣回来 但是没办法 你就是这就是经验 随着草原旅游季节的结束 刚刚经营20天的土特产商店 没有了顾客 然后我想了 不行 我不能躺到这儿 我得干 借的钱我要赔完了 我赔不及 我打工什么时候还完他呀 我说不行 我出去一趟 我说去微信 那时候用微信的好友定位 家好友 附近的好友 全失败了 都我是骗子 就在太平走投无路 陷入绝望的时候 一个偶然机会 参与到朋友的一个饭局 他接触到了快手的网络直播平台 这位太平打开了一扇 新世界的大门 我想到卖货 我的东西能卖 但我卖货提前做什么 先把家乡宣传出去 让别人知道 太平哥在 到底在什么样的草原上生活 这是很重要的 连你的家乡都不了解 连你的人物都不知道 人家怎么会去更加关注你 2017年7月 太平开始尝试派一些介绍 家乡风土人情的短视频 放到直播平台上 然而因为汉语水平太差 他录制短视频的过程 困难重重 刚开始我录视频 汉语的说的都 都录十来遍 二十遍才能发一个视频 卡的不行 有时候打自己嘴巴子 我说这个嘴咋不好使 左右邻居说 跟我们家岳母说 你家女婿是不是有风了 说有病吧 他说咋了 天天拿自己手机说话 那个在门口 让太平感到高兴的是 他在直播平台上的粉丝量 也渐渐从一百多 涨到两千多 有了粉丝 他开始在平台上直播 推荐自己的牛肉干 太平做成了第一单 牛肉干的生意 有个东北三省的一个大歌手 看着真有食欲 能买不 买 咋买呀 我怕你骗我 我说行 身份证家庭住址 电话都给你 户户本都给你 我说骗你了 你来找我来 太平的真诚和努力 打动了观众 他的粉丝量迅速增长 直播带货量也随之增加 从2018年开始 网络直播平台 先后给太平提供 三次免费的培训机会 通过培训 太平的汉语水平和直播能力 有了很大的提高 更为重要的是 他开始认识到 自己肩上的责任 因为他们教了很多东西 我是快手认证的 咱们内蒙古唯一乡村带头人 然后我才知道 什么叫乡村带头人 我以前不懂 乡村带头人的 就是名誉就是 一人富不是富 只有大家富才是真正的富 帮助别人做事 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 太平被越来越多的粉丝 所关注和认可 东西收到了好吃 谢谢大哥 直播那一天我就告诉我自己 我一定要把这些人交透了 我把我的最真诚的东西给他们 拿心去交 随着网络直播带动销量的增加 太平建立了生产土特产的基地 基地越扩越大 员工增加到12人 除了销售生产基地的产品外 太平将更多的精力 放到帮助当地农牧民 销售家中生产的土特产上 一个偶然的机会 太平见到了自己年轻时放羊 一块打工的老朋友 看到昔日的伙伴生活依旧困难 太平决定在支付时帮他一起买货 水量却并没有得到对方的理解 我说你有牛肉我收回去 我买 他说你卖给谁啊 你管我呢 我直播卖 他就知道了 我给他上了好几天的课 他就说确实你这么能买货 然后昨天还找我来呢 我家里做点那个奶豆腐 给哥卖一下 然后还有两个牛 我想宰他 在胖了以后 我再给你行吗 我说行 咋不行呢 2020年年初新冠疫情爆发 受到疫情的影响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武川县 有很多农民的土豆滞销 得知这一消息 太平马上开始和对方取得联系 最后他不顾家人的担心和反对 决定驱车赶往距离家 一千公里外的武川县 太平帮助当地农民 义务卖出了十吨土豆 然而粉丝们购买到的土豆 却和直播时 太平宴看的土豆大不相同 因为出售土豆的农民家里 没有网络 太平主动将退货的事情 包揽了下来 我当时我出视频 我说家人们这么条 如果有土豆有问题的话 来找我 我会全额退款 就有三个推特 三个推特也没要土豆钱 他说你给我发点奶酪吧 我支持你 太平 这件事情过后 太平对自己在平台上 出售的产品 有了更高的要求 而他参与扶贫的热情 却并没有因此而减少 我去过五乡县 山西五乡县做过扶贫 卖小米 我以后 粉丝积累月多了以后 我就想 只要是祖国各地 哪里有贫困地区 我就想帮他们卖货 不分内蒙古 只要是中国就OK 这个牛羊 咱们自己家里可以在是吧 可以 在这做包装嘛 然后就是 咱们就是这个牛羊 卖全也 卖 多带货 牧民家牧布拉 就是其中的一个 欢迎老天王 我也自己带点产品 然后跟太平哥学习学习 向太平学习的人越来越多 但是太平却从来不担心 这些人会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 他希望草原上有更多的人 加入到网络直播的队伍中来 宜人的能力是有限的 抱团群老吧 我希望我们草原上 比我强的千倍百倍的 出来主播 我们抱团群老吧 我们的能力更大了 事业上取得了成功 太平的家庭也同样幸福温暖 如今女儿已经九岁了 不管生意多忙 太平一定会抽出时间 陪伴女儿 现在太平在熟练掌握了汉语 面对直播平台 可以侃侃而谈之际 他又尝试学习英语 现在我越想做越大 越做越想做大 自己我感觉就是到了人生的巅峰吧 就是拉不住自己 我就想往好地做往大地做 我已经有自己的品牌了 三个品牌了现在 我想将来就咱做大 以后我想 要干大了 跟我国外有接触多好啊 把草原特产 我卖到国外呢 人家有梦想 感想它有未来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